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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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意 好 好 好 曾经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了 当曾海已经成桑田 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 就算过分也无需收敛 把你的心我的心传一传 传一株星云 才好传一个同情愿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它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茶 用口茶 无聊 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公主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连家屯 公主 公主 都连入了 还有多远 人家头跟玉皇宝是两个方向 你咋带的路 这儿来 咋带人家腿来了呢 你再说他还一句 那就赶紧掉头吧 现在回关道还来得及 算了 我跟这儿环境也不错 先住去吧 明天早上起来逛街 逛舒服了以后 咱们再出发 好好好 那个叔叔好帅呀 我吗 我吗 这些让你把牙划成三十 这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尤其这个脸型特别像 对 脸型是差不多 但脸皮厚度差太远了 我真是啊 他是比我帅一点 但是我有丰富的人生业力 他有吗 我有陈师傅男人的魅力 他有吗 我有一颗温柔心 善解人意的心 他有吗 公叔 除了节操 您啥都有 同志们 同志们 我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今天有点奇怪 放着那么大一大帅哥 放眼前 居然都不看一眼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吗 行了行了 我都困死了 赶紧找个客栈休息吧 出 这 少爷 天色不早了 您还是早点歇息吧 少爷 天色不早了 他回来了 也许只是路过 他的香味还在 他的香味是我配的 我感觉到 他就在附近 你就帮我打听一下吧 你好不容易才放下 还是别再见面了吧 那是桃花节 你再见他你会死的 你跟那个大夫是什么关系啊 哪个大夫 就是那个 帅的尖崩益烈 飞沙走尸 我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连正眼都没看 你俩肯定有毛孽 有什么毛孽啊 跟什么美不一样吗 某人不是爱觉得近期长帅 不坦诚 好 我去问他 你明明是自己想去看帅哥 还推在我头上 你太不讲重了 你把我这个八卦的 这个强坏症全勾出来 你就跟我说一句 要不然我今晚会很难受的 我说了之后 你会更难受的 好了 别闹了 乖 快去睡觉 明天一早 还要上路呢 哎 你要不要那么小气 大姐 你真是还没睡啊 还是刚起啊 我 我 刚刚去了趟酒精堂 什么 他把什么都告诉了 原来你们俩曾经 哎 你别听着胡说 那件事我一点错都没有 哦 原来你们俩曾经真的有一手 你宽我 吕清诚 哦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了 别不高兴 我行 你要吕地喜 坐坐坐坐坐坐 那 现在呢 把你们俩曾经 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 要不然 我真的会去问 喂 他就是那个我牵里条要去找他 躲着不肯见我 还是他老婆拿钱来打发我那混蛋 我那前男友 真是冤家路窄啊 哎 你不是一直想找他当面对质吗 都过了这么久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我总是安慰自己 不是老子不够好 是他瞎了眼 也有可能是因为养不起 我发誓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他一文钱 而且 而且我还倒添了不少呢 你还有那样的时候啊 那 那就说明你爱情关扭曲 是他造成的 以前我每次想他的时候 都会折一只纸鹤给他 攒了好多呢 后来我把纸鹤寄到他家 以为他会感动 谁知道他老不当着我都没有 把所有的纸鹤都烧了 从那时候起 我心中的二十四盏灯 就全都熄灭了 畜生 人渣 我现在去找他算账 你别去 他只是个大夫 他不会无功的 你放心 我不会动手的 砸场子根本不需要无功 那需要什么 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是谁啊 手诊还是丝诊 什么意思 男女手术不轻 一般女病人都是用丝诊 丝线诊来 可是如果用丝诊的话 脉相可能不准 手诊吧 你的肝部有病变 这样 怎 怎能抓啊 这样 把你的手 轻尖按下去 疼吗 没感觉 再吓一下 啊 哎呀 搞什么 哎呀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你的肝部严重受死 最多只能活拜你了 娘 我不想要你死 娘 也不想死 大夫 怎么办 有了救吗 我求求你 是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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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什么东西 你在找什么 这是我家组成的秘房 牛黄青肝丸 吃了一口饿 管保你药都拼出 每一颗是一个月的药量 一共十颗 不会吧 你不会都吃了吧 大姐 会要人命的 不出来 怎么办 爸 这药大海 会伤到足缺银干净 千万不能用双腿足弱 否则会气息逆行 会引发脚癌的 到了晚期 小姐知道吗 不能用腿 那么怎么回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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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就要到家了 加油 月姐 这是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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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你坐地上干什么 快起来 别问我娘 我娘不能用家走路 她得了脚癌 换肌 小花 你怎么招待 怎么又摔在呢 怎么又摔在呢 清聪 你要是我要怎么三卷能拍 我就摔在你了 我 你不会死的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不管你是得了 鸡眼脚气 还肉硅脊脚 我都被你左边边摇崖 海角 在你前面 全天下最好的这种是你 你这病你不会死的 宝贝妹 你别误会 我每天都洗澡 每天都收起脚 你一定要相信我 姐 你别说了 你让我说完吧 人呢 可以活多久 都是命 如果我走了 你一定要跟全世界人解释 我这个病 跟个人卫生没有关系 都他妈的命 命啊 姐 心好痛 好痛 为什么是我 你是不是吃了他给的药 是一个暗红色的木盒子 里面是黄色的药丸 对啊 我吃了好的磕 他说我肝有病 再不治 只能活半年呢 他是不是用手 让你按肝部 然后你并不觉得疼 但是他扶住你的胳膊 你再去按 就会觉得疼 对啊 秋月姐 任何人按肝筋上的血 再按肝都是会有疼痛感的 是吗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先把病人唬住 这样能多赚点钱 呦 你们这些当然医生的也太阴了吧 那我试着他的药 我会不会死的 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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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落吓唬你们了 不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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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吓唬你们了 这是泻肝火的药 谁让你一次性吃那么多 再说了 那个人是我们的敌人 你怎么能信他的鬼话呢 什么脚癌 节肢 喂 拜托 你有点一全常识 好不好 你 你还骂我 哎呀 我的肚子好疼 哎呀 别担心 你死不了的 有我在 我正让八斗去抓药 然后呢 给你熬解药 哎哎哎 秋月姐 是个老江湖 都抓了他的道 八斗 更不是对手了吧 嘿 你放心吧 我会嘱咐他的 让他呢 不要吃他给的药 不要碰他 也不要让他蹦 随时随地 保持三尺以上的距离 珍珠 五钱 黄汁 一两 熊黄一两 金箔衣黄尘 各一两 这药包谁开的 跟你有啥关系 都没话 跟你抓药包